回答问题我先回答简单的 师父我有一个疑惑 迟迟不敢问受戒 假如受了菩萨戒 还要给家人 可是他是吃婚 我为他煮食物是否犯了戒呢 请师父慈悲开示 答案你是没有 饭戒 受了菩萨戒是自己不可以吃肉 但是戒有舍律仪戒 舍善法戒 饶意众生戒 希望大家背起来 这并不难 你自己不吃肉 是要长养你的悲心 不要有杀心跟称心 但是不要忘了 你自己没有吃肉 但是你可以去超级市场 我supermarket已经煮好 已经切好的 或已经处理好了 电动涂采产的 你煮给家人吃 你是饶意众生戒 这功德无量 所以你并没有破戒的 这一点不要去恐惧 反而应该是以欢喜心 照顾你的家人 师父我很无知 学佛了很多年 很多的逆境 但是还是一步一步突破 逃过了 非常了不起 恭喜你 你还有勇气来这里学佛 这是很好的 表示你有佛性 但是请问 学佛是以家庭为重呢 假如你是在家居士 当然家庭为重 佛讲 人道有亏 佛道难成 一个人若人 人都做不好 他是不可能成佛的 所以因为你的 古量节的缘 所以你有家庭的责任 现在应该以 家庭责任为重 你是个好先生 就应该尽先生的责任 你是一个好的爸爸 就应该尽爸爸的责任 听好 有些联友因为遇到苦 而来学佛 很好 注意听好 因为是今天最后 讲近一天 但苦不是你逃避的借口 很多人因为苦来学佛 你是有善根 但是有些联友呢 是逃避责任 答案是错的 你人都做不好的话 你是不可能成佛的 所以你要先以 家庭应尽的责任为重 可是师父 在家虽然有供佛像 我智慧不如你们高 那怎么样 忽持自己的佛法呢 给你几个建议 第一 要不断的听闻佛法 听闻佛法 你才会有智慧 现在科技很方便 虽然我讲经 今天都结束了 若你欢喜的话 你应该一三五 每天都听经 或二四六 每天都听经 听经 我并没有离开你呀 你不一定 一定要看到我的样子嘛 对不对 但是呢 法 常常训习 会给你很大的鼓励 第二 你要选一个方法 昼夜精进的修持 我在 深精进 口精进 意精进里面讲过 你可以诵经念佛 但是都要很精进 因为只有精进 才会调伏你的烦恼 转你的业力 第三 凡夫是很苦的 不论在家出家 如果没有转你的业呢 都会很苦 所以应该尽力的修福 修慧 具有慈悲心 常常帮助别人 若你能这样修的话 三年 五年 七年 慢慢慢慢慢慢 你就会感到 佛菩萨没有舍弃你 下面一个问题 师父请问我要怎么做 才能够定心诵经 才能除去很多的习气 的确 心要定下来 很难很难 所以请你做三个事情 在诵经之前 第一个 先拜佛 你家里有佛堂的话 就拜佛 不能的话 问训 很虔诚的拜 三拜到七拜 第二个 待自己 跟一切的众生 忏悔 希望佛菩萨 加持我 开智慧 第三个 要发愿 我现在来诵经 不是为我自己好而已 我真的很希望 我所有一切 有缘跟没缘的众生 都能够离苦得乐 都希望来学习佛法 早日成佛 你发这样的怨心的话 常常求佛菩萨加持 它的的确确确 就会让你的心 越来越不散乱 你的心不散乱 你的念力强了以后 你念经的效果 会比散乱心念经功德大 各位你有没有想过 大悲观世音菩萨 在千光王静注如来的面前 听到了大悲心 陀罗尼神咒 南无荷莱丹奈 都来亚耶 对不对 他念一遍了 山河大地六壁 都大地六遍震动 无量的众生 都发 阿诺多罗三秒三皮有提心 有些证 无上佛果 有些发证菩萨果 有些是证僧文果 有些众生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观世音菩萨才念一遍而已 我们念了这么多遍 什么都没有 去挣水果 为什么 简单的说 第一 法的力量不一样 观世音菩萨通达很多教法 第二 他的念力不同 他的念比我们亲近 第三 他们的心量比我们大 第四 他的大悲心比我们强 所以听闻佛法 才会让你的心量 你的正念 你的愿力 你的悲心广大 无边 那念经念佛 刚开始有妄念 这是正常的 继续念 下面 请问受菩萨界的居士 passport可以给人去 passport可以借人家 在机场可以买酒吗 当然当然不可以 因为你怎么可以帮助众生去造恶呢 而且passport借给别人 这叫telling a lie 是说谎 抓到的话 你是犯法的 对不对 不但在新加坡如此 听好 佛弟子 要诚实 要正当 而且要正派 我再讲一遍 诚实 正当跟正派 错了没有关系 你就道歉 不要去说谎 越说谎就越麻烦 还有要正当正派 不要专门去走后门 像蛇一样 这样不好 请问师傅 若在家居士参加八关灾戒 一日一夜 早上受戒完 晚上回家 回家以后 家人看电视节目 我们也不知不觉 瞄了一下 请问这种情况 是不是犯戒了呢 糟糕了 阿弥陀 这个要说真话 还说假话 好 我回答的婉转一点 好了 严格说 受八关灾戒是很好的 但是我也公开的鼓励 各位的住持 各位的法师 比丘 比丘尼 做八关灾戒要如法 佛志说 一日一夜 所以说 哎呀 这是阿弥陀佛 好啦 没关系 我以法而说 我也不怕 严格说八关灾戒要住在寺庙里 假如你的道场不能够这样做 就不要办八关灾戒 你可以办佛期 禅期 讲经或佛学会 佛就是为在家居士苦难中 制一个特别的方便法门 叫八关灾戒 八关灾戒叫 一日一夜 睡觉要减少 最多不要超过五个小时 所以在家居士 八关灾戒 严格说是不可以回家的 法师你若在哪里 不管是新加坡 台湾 连友 各个道场 假如你的空间没有办法提供给别人住 就不要办八关灾戒 不要爱面子 爱热闹 因为八关灾戒里面要选手八条戒 不着香花蔓 不可以过五不时 要过五不时 然后呢 要不可以看眼观这个所谓的电视 所以你应该把这二元除去 甚至有些人呢 到场是到了九点 好 八关灾戒回去 然后夫妻 那我问你 因为你很庄严啊 那我问你太太跟老婆要 那个那个的时候 你怎么办 对不对 比如他要做爱的时候 你就不能啊 你说不行啊 我持灾戒啊 对不对 但是你的话就应该分 夫妻就应该分床睡 所以严格说 八关灾戒是不可以 回家睡的 希望各位怜友能体谅 各位法师也要真正做 就要如法 假如你的空间不够 只有五十个人住寺庙 那就办五十个人八关灾戒 这样功德才圆满 至于下面一个问题你说 不知不觉你看到了电视 那要忏悔 是因为你受八关灾戒的 这个戒的缘啊 不清静也不圆满 这不是法师的错 就是因缘不具足 所以回到家了以后 有人说哎呀 受了八关灾戒赶快回去哦 睡醒哭哦 洗个澡没事就赶快睡 不是睡就解决的 是你的心有没有清静 而且受八关灾戒的时候 不可以睡太多 五个小时就要起来 第二个问题是说 师父隔天早上 我忘了舍戒那该如何 错你还是没听懂 八关灾戒是一日一夜 天亮的时候 天亮的时候 当你手看到了手指的时候 戒体就自动消失了 至于在寺庙里面 是因为庄严 好像入堂出堂 好 现在我们告架舍戒 其实那只是仪式 真正按照戒体来讲 天亮的时候 只要你开了灯 看到你的手指的时候 其实你的戒体就已经没有了 所以这叫一日一夜的八关灾戒 佛在世的时候也鼓励弟子受终身八关灾戒 那你要请法师为你受终身八关灾戒 基本上八关灾戒是一日一夜 为在家居士修的 为什么 就是在家居士有金钱的烦恼 工作的烦恼 男女的烦恼 所以现在帮你把所有东西都砍断 让你住在寺庙里 虽然你没有真正剃头受沙弥戒或沙弥尼尼戒 可是因为你八关灾戒的功德 来生你会继续闻到佛法身 来生你还会有出家的缘 第三个问题 师父我常常在一边炒菜 然后说炒的菜是昏的 一边听佛经可以吗 新加坡的脸友实在很可爱 可以的 我刚才说你炒荤的菜你是饶意众生戒 你是把家人当成未来佛帮他 那有什么不可以呢 但听好这样听经老实说效果不太大 我建议你炒菜的时候不妨念佛号会比较好吧 因为炒一炒师父讲 你转个头糟糕锅子烧掉了 对不对 听经的时候应该专心听会比较好 师父我是一位在家女居士 我可不可以收一个出家人 西藏的出家人做干儿子 这有罪吗 新加坡又来了 有罪跟没有罪 这没有罪过 不过听好我懂你的意思 现在东南亚都发起 在西藏的寺庙叫任养或供养拉玛 这是很好的 但你内心虽然供养他 听好出家是比你还尊贵的 他不是你的儿子 你不可以拿儿子的心来去供养他 虽然你是任养一个拉玛 正养一年或到三年 可是他是一位出家的僧宝 纵使他是小沙蜜 都比你尊贵 所以心中不要有留恋的心 这没有怎么罪跟不罪 而是你心中可以欢喜心供养他 提供他的教育 师父 我的丈夫也是一位佛弟子 他为了陪家人老爸老妈 所以没有时间去供养这位法师 有罪吗 没有 师父请问 做师父的能不能去当兵 好 这个问题很好 因为在座南众会遇到这个问题 我是当了兵以后才出家的 佛制假如你是小沙蜜开始 然后等到你的年龄 那个国家要去当兵的话 你要舍戒 听好 你要先舍戒 要把出家的衣服脱下来 不可以穿着出家的身袍 拿着枪 那像什么 不可以 你要舍戒 你就是说当兵的时候 是要在家身份去做 我说过啊 我当兵的时候 我是在家居士啊 人家打一二三四 我心里打阿弥陀佛 可是那个时候我不是出家人 我新出家嘛 所以你要先舍戒 假如你是个小沙蜜 从小说沙蜜戒 去当兵的时候要舍戒 为什么呢 因为当兵的时候 他的责任是站在世俗的角度 为了保护人民 保护国家 所以他要上战场 所以你必须真的要拿刀跟枪 假如你以出家的沙蜜的身份 去拿刀枪 你自己也不好 对军队的形象也不好 第二 如果打仗的话怎么办呢 这要看你的动机 注意听 假如你现在已经舍了戒 我现在讲是在家居士 舍了戒 很不幸现在发生了战争 那当然也是业 那你为了保护你这个国家的人民 去杀人 那当然你还是有功德的 但是比较少 因为你只是保护这个国家 就像我前几天说 神通敌不过业力 释迦牟尼佛也要保护释迦族 劝琉璃王不要攻打他的国家 可是还是没有办法的 对不对 所以你保护自己的国家的人民 那你上战场怎么办呢 还是得杀 因为你不杀 但是呢人家会杀你 那但是我觉得你在 若是不得已了 真正呢要发生了这种状态了 你真的要拿个刀子了 那你就说 我愿度一切众生 皆成佛 冲啊 你就去吧 将来被你这些杀的人 你将来会像灭了日巴一样 当你成佛的时候 你会有功德力度他的 那当然会没有有业呢 还是有 但是你的心不是以杀心而伤害他 所以你的业会轻一点点 当兵算不算报国家恩呢 答案算 师父您好 学佛法是否能够给周边的家人 带来幸福跟快乐吗 答案是的 但是这要有时间耐性 可是我前几天听了你讲座 很感动 回到了家里两天 就遇到家人在电话里 开始骂粗话了 起开始我真的很不安 可是听到你讲我忍辱波罗蜜 我的心就清静平等了很多 哎呀恭喜你 你很有善根 这真的就是听经跟没有听经 是有差的 请问我要怎么样解决这个误会呢 怎么样才可以把恶念 恶业消除呢 我觉得要分两面 第一个先讲调伏你的心 你修忍辱是对的 第二个你要想 为什么家人会骂你 一定有地方你做错 或你做得不圆满 你可以在找家人 他比较平静的时候 你就问他 为什么那天你那么激动啊 打电话骂我骂 叉叉叉叉 而且破口大骂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听他讲 假如你做错了 要跟对方道歉 忏悔 忏悔解决彼此的误会 他就不会下次这样 无理的找你 假如你跟他谈完了 你会发觉是对方的 恶口的习气很难改 那你就不要放在心里 每一次呢 他骂你的一句话说 哎呀你就很感恩 我现在又修 那么消灾严寿 要是佛了 消一点灾 忍辱一点 我将来成佛的时候 我来度他 所以分两方面 一 调伏你内心的烦恼 修忍辱是对的 这位联友 你这样讲的问题 师父很感动 感动是什么 虽然这几天 我苦口婆心讲 你真正用到了 这是你的善根 好 虽然你最后一句话说 师父很惭愧 我业障很重 我每一样都做得不好 不 这一段你做得很好 我应该公开鼓励你 第二就要有智慧 跟家人沟通 很多的佛教徒 跟家人沟通不好 其实是有很多原因的 你应该以真诚 跟自然去沟通 接下来这张脸有真会问 问了九个问题 我快一点吧 第一 师父 我想要在新的佛像里 供奉 请新的佛像南 听说佛像不可以选空的 会有幽民界众生 附在佛像里是真的吗 错 这样的想法错的 佛的力量大过于魔 佛的力量也大过于幽民界众生 在这里我为什么要回答 因为这是很多脸有的疑惑 听好 大乘跟金刚乘不一样 注意听这一段 大乘是佛像 不管它是木雕的 石头的 铜的 那有空的跟不空的 只要看到佛像 就升起恭敬心 你就有功德 所以任何的佛像都好 乃至于看到画像表起来 佛像是它的化身 千百亿化身的功德显现 所以看到佛像就要恭敬心 你只要升起了恭敬心 跟亲敬心就有功德 西藏佛教是西藏佛教的体系 它要装葬 庄葬就是说一个佛像 要有装身口意的加持物 所以它有皱丸 有加持物 有金银珠宝 所以西藏一定要庄葬 才叫圆满 假如你买西藏的佛像 当然 依它的体系 你就要庄葬 去请你认识的 而且清静传承 好的上师或仁波切或堪布拉玛 请你装葬 这是很重要 这是显跟密是不同的 听懂吗 你自己决定 那你说幽民界众生会跑在里面 那是骗鬼的啦 没有这回事 有人说哎呀 你知道吗 我不供的佛 脸下来越呸了 我跟你讲 佛力量一定大过越魔 所以没有说 幽民界众生会躲在佛像里的 这个说法是假的 不成立 新请来的佛像 都是要请法师 开光跟加持吗 开光是让你知道 这个佛菩萨他的功德 利益 在传统世俗仪式上 他会帮你 碾大悲咒 洒尽开光 当然会比较圆满 但是你也不要非常很极端的说 有些人听到 有些老法师讲说 佛像要开光 那我们不是比佛还厉害吗 也不能这么讲 他是方便说 他是说 当一个寺庙落成大典的时候 佛像的确有开光的 中古其名 唱炉香战 点香花灯果竹 诸佛菩萨跟天龙八部 是真的会来的 这个地方就开始有 佛法身三宝 所以你也不要否定 开光的仪式 知道吗 第二个问题 师父请问供养佛 有供养法师是 其中一种布施吗 听好 当你说供养 就不叫布施 上叫做供养 对下才叫布施 回答你的问题 供养佛跟供养法 也是一种 布施吗 答案是应该叫 布施波罗蜜 这样听懂吗 第三 如何判断自己 适合修哪个法门 很简单啊 就像吃菜一样 每一种你都可以去尝一尝 和你的你就修 有些人就跟地藏菩萨 非常有缘 我讲个笑话给大家听 不过也事实的 我在佛学院教书的时候 我有个学生 我们上净土课 那打佛气的时候 大家大家都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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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我讲这个故事 没有什么影射 有时候人很多联友 都想太多 我讲故事就是 讲法就是法 我知道海因古斯的 很多联友 都是跟我的戒凶 修钥匙法门 或地藏法门 跟观音法门 都是很好 可是我佛学那个学生 他可能多生多节 跟钥匙佛有缘 我觉得他真钥匙佛 真的很有缘 人家打佛气的时候 他念药师如来 药师如来 药师如来 那佛学院 大家都在念阿弥陀佛 人家跟他 擦西郎 吵死了 你不要念啊 他很执着 药师如来有什么不好 对不对 你念西方 我念东方啊 哎呀 这个学生很刚强男话 后来我就跟他 来来来来 老师跟你谈一谈话 他说 我非常赞叹老师 你弘扬净土法门 广大无边 老师 我将来要学你的方法 弘扬药师如来 我说很好 但你的分别心太重了 佛学院打禅七 你就要学禅七 你是学生 打阿弥陀佛佛七 你就打佛七 但是你不念阿弥陀佛的话 你就止境 你不要故意呢 人家念阿弥陀佛 你就供要师佛 去跟人家毁谤 其实这两个都不对 我说将来 若你弘扬药师法门的话 可以 我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拿大宝莲花做呢 做着大宝莲花 做了香花灯果竹 跟金银珠宝 我去要师佛 供养要师佛净土的时候 我也会去看你 他听了就流眼泪了 他说了一句话 老师你的心量比我大 对 听好 所有的法门都很好 但不要去对立 知道吗 任何一个教法 都是释迦摩尼佛弘扬的 有人跟地藏菩萨有缘 有人跟观音菩萨有缘 都好 所以每一个法门 你都可以去学习 但是不契机的法门 不要毁败 第四 师父我不懂 为什么你讲布施波罗蜜 连妻子也拿来给人家布施 这样做会使 妻子也很伤心 而心灵受伤的 你这个没听懂我讲 释迦摩尼佛讲布施妻子跟孩子 不是以称恨心把他kick out 不是 是以欢喜心把孩子跟太太都给布施 其实他所布施的对象 是圆满他的菩提心的 将来他成佛罗兽 还是可以度他的太太跟小孩的 而我们一般人 舍不得布施你的太太跟小孩 是你的贪心放不下 留恋心放不下 这是不一样的 不要搞混淆 师父我皈依佛教后 曾经经前布施给外道见识 应宗教书籍与宗教活动 这样是不是与自己的宗教信仰有冲突 这样的布施有没有功德利益 你认为这样的布施 能够促进宗教和谐吗 这个问题很好 因为在新加坡提倡多元宗教 这要看你受的戒律 注意 假如你是受三规跟五戒 规依佛 永不规依外道天魔 那严格的讲 你的钱是不可以捐给其他的 你应该供养三宝啊 第二 假如你是受了菩萨戒 你佛门也帮忙了很多 你有多余行有余力 再去帮忙其他 促进宗教和谐 这是很好的 但反过来 假如你忘了根本 而批命去支持其他的宗教 那表示事实上你已经没有正性的三宝地子信仰了 所以钱是你的福报 但怎么用 要有智慧 促进宗教和谐 不单单用钱 我觉得促进宗教和谐 也不一定在做表面的活动 真正促进宗教的和谐 应该是什么呢 佛地子好好学习自己的佛法 但除此之外 行六度波罗蜜 法门无量事愿学 跟别人做交流 这个才叫宗教和谐 举一个例子 我公开可以鼓励 也可以赞叹新加坡要努力的 台湾什么 临终关怀 我们台湾很多法师跟居士 都很努力在做临终关怀 为什么呢 这可能跟阿弥陀佛 跟敬佛国土 大称呢 佛法有关系 因为大家都很喜欢 想去敬土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有法师讲 佛经讲的临终关怀 也请正姓佛弟子来讲 临终关怀 医生 护士 药剂师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台湾现在很民主 帮助念还要问你 请问你平常念什么 对不对 不一定念阿弥陀佛 念六字道明咒也可以 念地藏菩萨也可以 我上次在双灵寺讲座 说一个笑话是真的 我们台湾有一个联永 他往生了 对不对 他是念地藏菩萨 大家帮他就开始起降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人家以为他昏倒 他突然起来 吵死人 你念对 我是念地藏菩萨的啦 这是真的发生了 众生执着嘛 我觉得我只要念地藏菩萨 其他我都不念 他真的醒过来 吵死人啊 你念对 我念地藏菩萨的 意思说吵死人了 你们念错了 我是念地藏菩萨 所以你不要给我念念阿弥陀佛 他真的又昏过去了 这是真实发生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由在家居士的正信佛弟子 做临终关怀的交流 接下来伸出你的双手 不要浪费终生的钱 做不同宗教之间的临终关怀 也听听基督教 天主教 牧师 神父 他们也有他们的方法帮助别人 所以台湾的慈祭功德会 在临终的祝念是你去看 佛教的医院 有基督教的祷告是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做的宗教交流 而不是做热闹 知道吗 这个部分呢 对不起 不要太期望我 你们新加坡的联友 应该发菩提心去努力 说因缘成熟 我能帮再帮帮 第六个 师父我有一个佛友 帮助我皈依三宝 但是他偶尔也会去 道教的庙去拜 那他说那些神 都是佛菩萨的护法神 可以拜吗 我再回答 自皈依佛 永不皈依 外道天魔 中国大乘佛弟子 是如是道教都拜的 都是佛道混合拜的 刚开始对初学的人 我会说可以 正信佛弟子 不可以 你说他们都是 佛菩萨的护法神吗 不是 很多呢 嫁妻扶乱的跟你讲 我们现在南海 佛观世音菩萨来了 拜拜拜拜拜 我跟你讲 那是鬼神教 根本不是观世音 相信我吧 观音菩萨 不会用这种方法 来度你的 知道吗 正信信仰很重要 你自己决定 假如你是一个初学的人 那我只好说 OK咯 我能说不吗 可是你是正信三宝弟子 你要真正选择 皈依三宝的话 其他的宗教 你就不要去了 但是像我 我是一个出家人 我走到其他的道教 我也会合掌问讯 我会呢 像了凡世讯里面说 唯愿尊神 希望你护国为民 也发菩提心 将来好好学佛 而成佛吧 我是出家人 所以我不可以顶礼 因为我一顶礼 他会大地右边震动的 那在家居室呢 你只要问讯就好 要有恭敬心 因为他也是未来佛 你不需要对外道的众生顶礼 顶礼是对三宝才顶礼 这一点很重要 师父 寿武界的弟子 是不是不可以买冒牌货 跟盗版商品 YES 尽量避免 这是持戒波罗蜜的范围 最后一个问题了 师父 我做事 很心很散乱 头脑妄想很多 修属习惯也没有用 这是使与我过去式的业 有关系吗 答案是 除了静坐跟送经外 还没有其他的方法吗 你这个脸有很虔诚 不过你也没有写名字 我建议以后脸有要写名字 写名字是一个礼貌 你不要写佛弟子 你敢问问题 你就应该有勇气 你的问题因为有很多问题很好 所以我才会公开回答 答案是 我真诚告诉你 你的业章真的很重 你要好好念 大悲神咒二十一遍 心经二十一遍 除去半年不中断 你觉得你心很散乱 你修习属习观 其实属习观是有用的 即使你对属习观没有什么信心 佛在阿含经诚里说 如果圣地子 属习观跟不敬观 这两个门 修任何一个法门 都可以证阿罗汉国 所以不会没有用的 只是你不知道道理 也不知道怎么去修 假如你觉得属习观 现在不相应 你静坐跟诵经之前 请你先赖大悲神咒二十一遍 跟心经二十一遍 你应该好好的忏悔 好好的忏悔 求观世音菩萨加持你 让你障碍忏处 你智慧升起的话呢 其实你后面的静坐跟诵经 是很有用 再多说几句 假如你诵经跟静坐没有用的话 你今天就不会来听经的 听闻无上的佛法 是要很有福报的 那这些诵经啊 跟静坐是绝对有用的 只是每一个人的效果长短不同 好 时间已经到了 剩下的呢 请各位大慈大悲 敏众生 这些问题我会留着 下次讲座回答 因为再继续答下去呢 我看大家就要修 一日一夜八观灾界了 好 在要讲《乐障吉祥经》之前 我耽误一分钟的时间 说一段话 我是很真心真心真心的说 由我内心里而说 我跟新加坡的联友很有缘 我也很感恩 新加坡联友对三宝很恭敬 很护职 所以首先我要感谢尊贵的释迦摩尼佛 一切的诸佛菩萨 让这次法会圆满 也因为这个海印古斯尊敬的传医法师 跟所有的护法工作委员 还有义工们 我真诚真诚的感谢 他们日以继夜呢 舍掉世间娱乐的时间 无所求的来 成就着庄严的道场 虽然这几天也下大雨 所以他们很细心的提供了交通 也提供了晚餐 大家的钥匙 所以我们为海印古斯的住持 跟所有的义工 以热力的掌声 谢谢他们吧 没有他们的努力 我们是不可能在一个很舒服 又很宁静的这个道场 来学习佛法的 第二个呢 要感谢的是 感谢在座的各位居士 虽然你们很前行学习佛法 我也很恭敬 因为你们也是未来佛 我能够跟未来佛 一起来学习 这个龙树菩萨的菩提之良论 从第一次讲三种慈悲 这次呢 讲六度波罗蜜 也告一个段落 下次呢 还会讲 愿力智跟善巧方便 它是配合华严精的实地 所以事实上是十度波罗蜜 我觉得是很欢喜的 因为平常的法师 讲六度波罗蜜 大概一个小时 或两个小时就讲完了 可是我们这次花了呢 上一次四天 这一次八天 一共十二天来讲六度波罗蜜 各位是很有善根的 所以我也真诚 谢谢各位 各位为自己 不管是大朋友 小朋友 老朋友 以热力的掌声 也谢谢自己 最后我要谢谢 我的父母师长 也要谢谢我自己 谢谢我自己 没有生病 没有障碍 当月用工发愿的时候 是会有障碍的 我为了这个讲座 其实也准备了两个月 你不要看这么容易 好像师傅 奖金很欢喜 我也很真诚 我不敢说我很好 但是我已经是真诚的 我们常常说 不断三宝种姓 在未来季呢 时代会一直进步 古汉文 会理解的人呢 会越来越少 未来的众生 南传 北传 藏传 会相互融合 相互交流 可是我觉得大乘佛弟子 对于自己的大乘佛法 要坚固不动 像古人一样历代高僧 精进 精进 再精进 身精进 口精进 意精进 最后我的只有一个小小的愿望 就是你什么东西都不用买给我 也不用护持我 只要你成佛的时候 不要忘记我 就谢谢各位了 好 请看乐章吉祥发愿文 第四十二页 虽然时间耽误了一点 我们要把今天八天所 听经文法 一念的善心 一念的善行呢 都回向给无量的众生 所以请看四十二页 菩提道次第 祈愿文 是宗科巴大师做的 待会两句是一段 我念一遍 你跟着念一遍 宗科巴大师是文殊势力的菩萨化身 他跟文殊菩萨是无二无别的 他发愿在末法时代 越是没有佛法的地方 他要发愿去弘扬佛法 将教法永远的流传 所以请大家合掌 我念完以后 你跟着念 两句是一段 心不要急 念完这个发愿文以后 我们再唱《乐障吉祥经》 念这一段的目的是 希望正法能够久住 众生可以离苦得乐而成佛 是很重要的因缘 是很重要的因缘 请合掌 以我久情所积极 文殊输慈敏垂施 为神佛贤一切胜 文师使敏随射手 具足教以最圣道 得以行令诸佛喜 以我解物道法要大悲为道善方便 敬除众生意名于 持佛教法于久远 敬识众生意名于 持佛教法于久远 乐之宝藏 愿以彼树行大悲 显蒙利乐之宝藏 愿佛菩萨妙事业 最圣菩提道次第 愿佛菩提 最圣菩提道次第 饶益诸愿谢托者 世尊教行永流传 成就修行善道缘 尽除人非人为缘 成就修行善道缘 尽识人非人为缘 佛所赞叹进行道 身身世世永不离 佛所赞叹进行道 以实法行于圣城 如礼精勤修行计 以实法行于圣神 如礼精勤修行计 护法慎重常护持 如海吉祥普实方 接下来为自己家人 自己的国家 无量的众生 虔诺的学世尼陈诺 圣诺师弗尼佛所发愿的 《月葬经吉祥发愿文》 我悉心不醒 为祖众生过 舍尽此生了 领化救治安 我悉心不醒 为祖众生过 我悉心不醒 为祖众生过 我悉心不醒 为祖众生过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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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常忍住 无忍住 众尘 为众处伴亡 领发救治安 我喜常忍住 见古三菩萨 吐脱 诸忍住 众生 领发救治安 吐脱 诸忍住 众生 领发救治安 吐脱 诸忍住 众生 领发救治安 我喜为伯人 出身 领发救治安 我喜常忍住 众生 领发救治安 我喜常忍住 众生 领发救治安 我喜常忍住 众生 领发 诸忍住 众生 领发生 我鸣和众生 一时而三种 满足 与三生 战战战法师 我喜之方便 独托主见 安静与众位 法与灵不绝 我喜之方 独托主众生 面烦恼我灵世中救助 我喜之外道 好祝我且见我 他绝与传路 世中的公养 古寺全体同仁忠心感恩说法主力灵符原跟大家分享第二段的菩提之良论 当然我们还期待法师继续为我们解说龙树菩萨的菩提之良论 讲座日期敲定后会让大家知道 尽请大家注意古寺的通告 也非常感谢各位文化众 不论天晴或雨天 您都来共享盛会 所谓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大家的到来 我们的设备也提升了 故寺的学员也增强了学习菩萨道解行并用的信心 让我们代表大师傅以鼓舞的掌声感恩法师 掌声在大胜利节 再来一个掌声 稍微等一下等我把话说完先 慢慢来慢慢来 还有很多掌声等我把话说完先 再一个掌声感谢所有佛学部的同学 出支和出力者 庄严成就这场盛会 还有同行的善知识 给予各方面的配合 可以掌声了 您的掌声就是我们最大的推动力 我仅代表佛学部感恩大家的到来 好 现在请全体起立 对面站 请合掌 恭送法师回聊 深圳 Matt 7 打印 version 阿摩本世 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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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